哈囉大家好,讓我們一起來欣賞2022年3月5號 在義大利舉辦第16屆的白殺戰 這次參賽的選手包括了世界冠軍Julian Alaphilippe 奧運金牌Richard Carapaz 下個月就要滿42歲的Velvede Baal-Weid 還法冠軍Tade Pogaccia 順道一提Pogaccia在上週才拿下還阿聯酋的冠軍 本屆白殺戰全程有184公里 比賽開始 比賽進行到一半發生了大規模的摔車事故 先是一名Airpensy Phoenix隊員摔車 接著世界冠軍Julian Alaphilippe受到波及 他的車噴得超高,相當嚇人 接下來可以看到他這個優美的前鋪動作 不但可以減少摔車對身體造成的衝擊 也順勢躲過了後方車手的波及 看他如果沒有往前飛鋪 很可能就會被後面這名Groopama的選手壓傷 這驚悚的螢幕不禁讓人想起 2020環弗蘭德斯那次翻車事故 不愧是身經百戰的阿拉大神 這樣一摔還可以若無其次地繼續趕入 這時候的領先集團有8名選手 其中包含Intern Martial的Taco Vanderholm 環霸冠軍Pogaccia在追擊集團中 領先集團剩下5名選手 Taco Vanderholm在領先集團最前端 主集團這時候還落後領先集團1分03秒 Julian Alaphilippe所在的第三集團還落後主集團約50秒 第六集團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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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ian Alaphilippe終於追上主集團 肆意感謝他的隊友AlnourY 也附送他回主集團 阿拉納城擊到了主集團前端 領先集團只剩下33秒的領先 領先小組剩下4名選手 4名選手 領先前52.7公里領先4人小組快被主集團抓到了 領先小組正式遭到併吞 朱利安阿拉夫利布塞到集團最前端 朱利安阿拉夫利布塞到集團最前端 他對博卡卡開始發力超車衝到集團最前端 朱利安瑪斯和佛羅幌 战具第二的Rodriguez 卖力追擊但還是逐漸被拉開 目前落後Pogaccia超過20秒 可以看到他目前的瓦數400多瓦 但還是被Pogaccia漸漸拉開 Pogaccia領先第二名的Rodriguez 超過了30秒 主擊團落後Pogaccia也超過了1分鐘 逐漸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Julian 阿拉克力推到集团后端进行补给 超早他似乎不相信车队的资讯 说他们还落后Pokaccia将近1分半 Pokaccia这时候领先第二名的Rodrigus超过了一分钟 主集团落后Pokaccia的差距拉拉到了1分39秒 Pokaccia持续狂飙 Rodrigus快被主集团追到了 刷到主集团并吞 前方要右转的告示非常清楚让选手们可以提早准备 Pokaccia的主集团差距缩小到1分10秒以内了 代表主集团也不是省油的灯有渐渐在拉近 阿拉克力在集团末端有点跟不上了 Pokaccia的领先组集团的差距缩小到1分钟以内 继续看他能否逃脱成功到达终点 这时候从主集团分裂出来的追击集团有5人 其中破括了X Green以及即将年满42岁的Velvede巴尔韦德 Pokaccia在发力将领先幅度扩大到1分钟 Pokaccia在发力将领先幅度扩大到1分钟 X Green再从原本的5人追击集团中分裂出去 独自去追击Pokaccia X Green奋力追击这时候只落后Pokaccia51秒 Pokaccia从无线电可知道X Green持续逼近 于是在发力将领先差距逐渐拉大 Velvede追到了X Green成了第一追击集团 两人合住看有没有机会追上Pokaccia 距离中点801公里Pokaccia被两人追击小组 追到剩50秒不到的领先 两人持续努力追击 Pokaccia对于后方的追击者完全没有退缩 继续卖力对抗着 将领先幅度保持在50秒左右 第一追击集团合作的两人 一直无法拉近领先者Pokaccia的差距 Pokaccia率先闯进最后的1公里 热情的民众挥舞着Pokaccia祖国斯洛维尼亚的国旗 为他加油打气 Pokaccia还有空跟观众击掌 来到了最后的魔王坡 最终就是Pokaccia率先抵达终点 拿下本届白插战的冠军 但背了50公里没被后方集团抓到真的相当不容易 维尔维尔的第二名到达 马上去恭喜Pokaccia给他一个拥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看到Pokaccia在前站撕杀了130公里后 最后单胚的50公里都还能保持军瓦350瓦 相当可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